Hello, 歡迎收看Phone2Phone的VideoReview 今天為大家帶來一個香港也沒有推出的FirefoxOS 除了Android、iOS和Windows Mobile之外 另外FirefoxOS也是另一個系統有推出 但始終是很少眾的玩意 在歐洲推出的反應也是一般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它推出的一系列幾部機 配置相當低 差不多是回到像Android剛剛推出的那種配置 但是在2014年 再用這麼低的配置 其實是很難在市場上有什麼作為 先說說這部機器 相當細小 看看手掌和它的比例 或者用原子筆去拼一下 就會知道是相當細小的 機身就印著FirefoxOS 另外這個就是西班牙Movistar的台 前面就是ZTE的Logo 相當簡潔 旁邊就是Volum鍵 還有Power鍵 耳筒 下面就是充電位 這樣也是相當簡單 或者我們可以打開機身看看 一個電池 1,200元 容量 相當細小 以手機來說 真的小到不得了 另外有一個SIM卡位 MicroSD位 鏡頭 喇叭 這也寫著型號 叫做ZTE Open 進入電池 試一試 先開機看看 開機有一個 FirefoxOS的Logo 其實相當慢 因為說說配置 它只有1GB單核CPU 還有只有256MB RAM 只有512MB RAM 內置記憶 3.5吋很小的屏幕 這些配置 基本上是幾年前的Android配置 所以在今時今日來說 就是相當下午 以及相當慢 慢得不得了 我自己覺得 這就是Standby的屏幕 按一下就可以解鎖 這就是Standby的畫面 下面有通話 SMS Firefox的網絡 CAMERA等等 另外再推一頁 在這裏 裡面有一些基本的APP 或者功能 都會在這裏 出現出來 那他們自己的 下載APP 的一個 啊 啊 啊 那個 APP Store 就叫做Marketplace 那 我們先進去看看 這個呢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它經常都說是 這個系統上的問題 那 我想也是一些 系統上的問題 那 那 進去 這個APP Store 就是它這個 的Marketplace 就相當之簡單 那 就有一些 普遍 例如你見到LINE 啊 Facebook啊 或者一些遊戲啊 那些 都可以可以下載的 SUNCLOUD 有些WALLPAPER 遊戲 Candy Crush 那些都可以下載的 那 還有呢 有一件事 就是 它 本身 這個機器 就跟IOS 和Android 不同 就是你一定要 Login 其他一些智能機器 都會是要Login 一個帳戶 才可以下載到 所有的APP 或者是遊戲等等 但是它這個 就不需要的 直接 就這樣進入它的Marketplace 就直接按 這個遊戲 就按 這個遊戲 Cut the Rob 那 就直接按 就可以 安裝 就不需要 預先設定 任何的 你的帳戶 去Login 也不需要 直接就可以 下載 其實那個Marketplace 裡面的選擇 真的不多 可能 始終 這個 Firefox 的OS 也是一個很少眾 和起步的階段 所以 可以選擇的APP 絕對 是相當之 可以說 很少的 那 還有 這部機器 真的很慢 很慢 我覺得 其實 Firefox 它的OS 不是一個大問題 正常 我覺得 都可以 但是 問題 就是 它的配置 配置 真的 低得太 厲害了 老實說 256Mbps 如何運行 所以 這部機器 是很厲害的 例如 剛才 我下載 Cut the Rob 都 不行 即 一半之後 現在就說不行 例如 之前我下載了 Candy Crush 這部機器 成功了下載 亦可以正常運作 另外 再說一說 這裡 有一個叫做 I'm thinking of 的search bar 這裡 其實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譬如說 舉例 我想找相關 這個 譬如說 是 photo 和 photo 有關 我 進入 photo 字 然後 他就會 搜尋了一堆 和 photo 有關 的網站 讓你去參考 讓你去選擇 真的 很慢 慢得不得了 快點 你 快點 很慢 你 大家都看到 如果這樣的速度 如何使用 雖然 它在歐洲 都是 一個 入門級的 定位 但 問題 雖然 入門級 很便宜的機架 甚至乎 不用錢 零機架 但 慢得 這樣 是不可能使用的 所以 其實 我覺得 你的機器的配置 這麼低 真的浪費了 系統 如果 做回 快點 性能 一部機 我相信 有一線生機 有些市場可以做 譬如說 我轉換另一個 Movies 和Movies有關的東西 那 它就會搜尋一堆 網站 是和Movies有關的 那 你便再進去 這樣 嘩 慢得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等這麼久 都不行 等不到 我要放棄了 頂不住 另外 說一說 它那個 聯絡 即是你的封簿 它可以 設定 匯入 你的SIM卡 聯絡 或者是 Gmail 或者是 Outlook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的 聯絡 都可以同步 大致上 這樣 看看 拍照 這麼低的配置 它就有300萬像的拍照 那 就 真的 還有 那個屏幕呢 都是 反應是差得很厲害的 那麼 它跟以前的 早期的 Android 機一樣 不進入Memory Card 是沒有得拍照的 那麼 大致上 就是這樣 這一部 就是來自 ZTE中興 生產的一部 叫做 Firefox OS 叫做 Firefox Open 一部機 大致上 就是這樣 至少 讓大家 了解一下 看看 今天 這個 影片的測試 就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拜拜 我 沒有 我 就 了解 你 這 你 沒有 我 有 那